一说起公路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这是我们每天都要见到的东西 那么在以前非常火爆的村村通 相信大家也都有所耳闻 但就是这样起初是为了服务人们的 但为什么却有人表示成了村村通呢 其最大的吐槽点 就在于农村水泥路仅修三米半的宽度 难道就不能适当加宽一些吗 其实在刚开始修建这个项目的时候 村民们都是非常支持而且开心的 毕竟都也已经收购了农村土路 每当下雨的时候基本都无法走路了 所以说经过修建水泥路之后 村庄和村庄之前连接了起来 不管在任何天气想去哪里都非常方便了 但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方便的交通 现在却被人指责为村村通了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闲修的路过窄 因为在之前修建的时候 一般宽度都为三米半 那么其实在当时这个宽度是够用的 因为当时农村主要的车型还是自行车摩托车 小轿车和大货车都是特别少见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基本家家户户都有一辆小轿车 这样以来三米半的宽度显然就不够用了 但凡有两辆车同时经过的话 必须要到回马路口才能让对方的车通行 当然正常情况下这样的事情不多 一旦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 这时候年轻人开车回老家 人流量车流量明显增大 所以说一旦有会车的情况就很头疼了 可能一些老司机能把握好距离 但是对于那些新手来说 可能一不注意就掉进两旁的钩子里了 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问题 并且开始纷纷吐槽 那这时候就有人会说了 既然都要修建这么大的工程了 为什么不直接一步到位呢 天偏把道路修成这种尴尬的样子 其实我们还要从汽车开始说起 从现在人们购买的车型可以了解到 现在轿车宽度大都在一米七左右 这样的话就会遇到我们上面提到的问题 一旦有两辆车同时经过的时候 就需要有一辆车先让开 但其实一开始修建三米半的道路 也是有其中的道理的 第一个就是国家政策的规定 修建公路的时候 都是根据道路的使用功能 和车流量来决定的 我国的公路一共有五个等级 它们分别是高速公路和一二三四级公路 其中高速公路和一级是高级公路 二三级为中级公路 四级就是低级公路了 在农村修建的就是这种四级公路 那么四级公路标准宽度就是三米半 所以说才会修建三米半的道路 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则 除了这一点还有需要注意的 那就是成本以及修建难度 虽然说在修建的时候 国家会给予补贴 但补贴归补贴 当地的负责部门也要出一部分资金 如果补贴足够的情况下 当地就只需要拿出一点资金 如果补贴不足的情况 当地就需要拿较多的资金 但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人们生活条件还不好 自己的生活都不舍得花钱 谁会拿很多钱用来修路 而且拿这个钱也不是一次性的 因为在道路修建完成之后 还需要后期的维护工作 这人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所以大家想的就是能省就省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地形原因了 因为农村的农田面积是非常广阔的 那么如果要修建公路这种大工程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能破坏农田 因为有了这些农田才能保证农业发展 那么就这一点限制 就给修建公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不但要保证农田不被损坏 还要把公路修建到位 另外农田是一方面 还有一些农村是处于一些山地地区 那里地势跌宕起伏非常危险 给修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所以说出于安全以及施工难度考虑 只能修建这种宽度的公路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防止大货车通行 因为水泥道路经不起大货车的反复碾压 一旦碾压坏之后 修复起来就很麻烦 所以说把道路修建到三米般的宽度 大货车一般就很难经过了 基本上走过一次就不会再走第二次了 那么话说回来 对于修路这件事 现在应该考虑的应该是长度问题 而不是要修多宽 那么对于农村的公路 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不同看法的话 欢迎留言 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捧场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